G7峰会结束了 尹锡悦是赚了一大波眼球 但没给韩国带去什么实质性的利益 面对日益下滑的韩国经济 韩国政府着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也开始意识到韩国经济根本离不开中国 然而想见中方的韩国政府 却依旧放不下姿态 大家好 我是不言木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日前有消息传出 韩国外长朴正 想要见秦刚外长一面 自尹锡悦政府上台后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中韩之间的高层交流是越来越少了 反而不管是在舆论场上 还是外交部的官方回应上 中韩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是越来越多 在此背景下 韩国外长想要见秦刚外长一面 也是情历当中的事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 按照朴正的说法 中韩两国外长要是见面 也应该轮到秦刚外长去访问韩国了 朴正是在一场韩国国会的会议上 发表出此番言论 当时一位韩国在野党议员李元旭 问及朴正是否有访问中国的计划 而朴正的回答是 目前没有这一安排 随后朴正还补充到 按照顺序的话 也该轮到中国外长访问韩国了 朴正这一番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原来是韩国总统尹熙悦也曾发表过类似言论 此前韩方放出消息 只有等到中方领导人再次访问韩国后 尹熙悦才会考虑访问中国 由此可见 想见中方的韩国政府 无论是尹熙悦还是朴正都拉不下脸来 而是以各种渠道传达 希望中方能够去韩国一趟 刚刚我们也说了 自尹熙悦政府上台以后 中韩之间的高层交流是越来越少了 距离上一次朴正会见中国外长 还是在去年8月份 王毅主任担任我国外长期间 朴正访问了中国一趟 而在秦刚外长履行后 中韩双方也只是打了通电话 后者祝贺秦刚外长就任新职 也正是这一趟行程 让朴正一直记在心里 认为下次中韩两国外长说是会面 也该轮到中方访问韩国了 韩国政府的小心眼 再一次表现的淋漓尽致 那么为什么近段时间以来 无论是韩国总统还是韩国外长 都表露出了想要见中方一面的信息呢 我想这跟韩国当前的经济状况 离不开关系 此前我们也说了 截至本月20日 韩国已经迎来了第14个月贸易逆差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一些政府过于听从 美国的安排 在半导体等韩国主力屏幕 减少对华出口 今年第一季度 韩国对华出口同比甚至大跌三成 表面上看 尼西越顺应了美国的安排 得到了美国的一些轻飘飘的赞赏 但实际上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损害了韩国的经济发展 在中国周边国家都能趁着后疫情时代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时 韩国却迎来了实无前例的贸易逆差 时间长了 韩国政府自然也会着急 除此之外 我们也不能忽视一点 尼西越的外交政策 在大多时候还是跟着美国的步伐在进行 此前中美关系受阻 鲜有交流时 尼西越跟在美国后头 对中国大放决策 干涉我国内政 但伴随着中美在各个层级之间的交流逐渐恢复 例如王毅主任彭沙里文进行了一场秘密会谈 中美商务部部长会面 再加上拜登本人也在及其峰会上表明了 中美之间的关系近期可能会迎来变暖 以及美方多次强调并没有寻求与中国脱钩等等 美国的这一系列动作也会影响到韩国的对华态度 既然中美关系都可能会迎来变暖了 那韩国还有什么资格端着吗 正因如此 近段时间以来 韩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也变得温和了不少 韩国财长邱庆高在出席会议室表明 经济上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并且强调了中国对韩国经济的重要性 而韩国国家安保市第一次长金太孝 在谈及与中国的沟通时 也同样表示想要与中方进行战略对话 目前正在筹备当中 如今韩国外长朴振更是表露了 在寻求与中国外长会面的机会 虽然他是希望中方外长能够去到韩国 但这也表明了 韩国政府在对华态度上 已经不像前阵子那般嚣张了 开始寻求对话了 只不过想要见秦刚外长 韩国也没搞清楚状况 既然是韩国有求于我们 那就该摆出一个有求于人的姿态 而不是像现在这般 还要求秦刚外长亲自去到韩国 说到这里 让我不得不联想到 此前早就应该来到中国 与秦刚外长碰面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到现在连秦刚外长的影子都没看到 因此韩国又凭什么要求秦刚外长亲自前往韩国呢 当然秦刚外长不是不能去韩国 我们也是一个很讲外交礼仪的国家 只不过在邀请中方前往韩国前 韩国能不能摆正姿态 不要再做伤害中韩关系的事情了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